一双绿色的眼睛在昏暖的光线下闪烁 顶睛看去是个活死人老太太 怀里抱着一叠未弱 上面有毛巾牙刷等一些生活用品 送给我的吗 雪崎扇了扇心口 装成一个普通小姑娘 从老太太手中切过东西 窃窃地道着生气 老太转身离聚走得很慢 一摇一晃的 看上去很是怪异 这个老太太好可怕 雪崎故意拿这个当成话题 说道 那个保安室的女人比这个还要可怕 你千万不要去靠近她 秦月说道 怎么个可怕 秦月眼中流露出恐惧的神色 刚要开口 突然外面响起了一串铃声 秦月浑身遗产 说道 我得去献血了 什么 雪崎愣肿 没等秦月开口 外面不断地传来脚步声 雪崎打开门看去 宿舍门口正在一扇扇打开 从里面不断走出 跟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女孩 都穿戴着孤儿院捅一发的衣服 雪崎一看之下 倒吸了一口冷气 所有孩子外表看上去都很正常 有的白白胖胖 但是浑身上下都被诡计照耀 一个个精神萎靡 好像没睡醒思的 这些孩子排上长队 慢吞吞地朝着宿舍楼下走去 没有人打闹 甚至也没有人说话 发出一点点的声音 孙颖娇手里拿着一串铃铛 走在队伍最前面 轻轻咬着 铃声中带着一丝 蛊惑人心的感觉 雪崎猜测 正是这种射魂的效果 推出这些孩子行走 孙颖娇一边摇铃 一边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 挨个推开门 检查了房间 看是否有人没出来 雪崎见孙颖娇走了 故意上前问道 姐姐 这是要去干什么 去献血 你们有这样的机会被收养 有感谢社会 定期会有献血活动 不过你刚来 身体虚弱 先有补养一阵子再说 先休息吧 孙颖娇摸摸她的脑袋 让她进屋 在房间里等了有半个多小时 外面再度传来脚步声 不一会儿门被推开了 秦岳走了过来 她一进屋 雪崎就觉得她身上的轨迹 浓郁了很多 人也比之前更加萎靡 慕然地躺在自己床上 一动不动 雪崎立刻上前 询问她献血的细节 秦岳用疲倦的声音回答 献血就是用针头抽血 收集在血浆袋里 她来这里不到三个星期 这是第二次献血了 据孙颖娇说 他们的血都会被送往医院 去救病人去了 雪崎果断不严 甚至有一种胆大的猜测 孙颖月办这个孤儿院 很可能就是为了收养孤儿 掩人耳目 实际上要的就是他们的血 属龙的和属兔的 雪崎猛然想到 生前做法的时候 听说过一个说法 有一种妖精修炼的方式 是吃兔肉喝龙血 这里说的是两个属相的人 不是真的龙和兔子 或许这孤儿院里 住着一只大妖 需要靠人的血肉 来修炼妖术 雪崎心头猛然一见 靠这种妖术邪修的 绝对不是一般的妖 这大妖是孙颖月 还是别人 跟即将出世的妖王 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了 你之前说 那个保安室的女人有问题 是吃什么 雪崎想到这个场 好奇地问他 啊 秦月闭着眼睛 声音十分疲倦 我忘记了 我好累 我想睡觉 说完 就没有动静了 雪崎抓住他一只手 感知到他体内鬼气冲刺 比陷血之前 要严重得多 好在 心脉里还有一丝温热的阳脊 堵住了脉口 不让鬼气进入 看来 现学的时候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加深在他身上的鬼气 假如每次现学 体内的鬼气 就加深一层 那么早晚有一天 心脉会被鬼气腐蚀 成为鬼师 雪崎看着沉睡中的秦远 十一二岁的孩子 满脸的稚气 本来是应该躲在父母身边撒娇 享受人生的 不幸成为孤儿也就罢了 没想到被妖精利用 抽取血肉 将来还要被腐蚀成鬼师 别的孩子 比秦远来孤儿远更早 情况肯定更不乐观 想到他们所承受的一切 雪崎怎么冷血的人 也是感到了强烈的愤怒 雪崎握着秦远的一只手 望着他志其未托的脸庞 喃喃道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 不会让你们走上我的路 成为鬼师 假如我坐不到 还有叶少阳呢 叶少阳没等天黑 就跟老郭一起出发 开车前往了路山 来到孤儿院附近 把车在树林里停好 一起朝着山谷里走了过去 老郭口中的那几个村子 在悬崖的另一边 与孤儿院遥遥相对 相隔了不到十里路 老郭在前面带路 绕过两道山梁 前方事件之中 隐隐出去了几片宅子 遍布在山间 这地方这么偏僻 怎么有这么多的村子 之前那一面 离市区近一点 为什么反而没有村子 叶少阳跳往远处 纳闷道 老郭黑黑一脚 嘿嘿 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里从前一个村子都没有 原来这后门的山里 发现了煤光 有人开了小煤窑 周边很多人过来打工 在这附近住下 逐渐就形成了这几个村子 后来这小煤窑停了 大部分矿工都走了 有些外地的 不舍的房子 就继续住下来 在这附近开荒种地 种植果园 一直到现在 倒也过得不错 两人边走边聊 来到山脚下 叶少阳一扫眼 看到山路边上 插着一面法旗 站住了 走了过去观察起来 笑道 有人比我们来得早啊 老郭说道 我不是说了吗 那几个法师 今天晚上要来村里搜查 跟几个村长都说好了 钱都收了 啊 还收钱了 多新鲜呢 你是活雷锋 开光不要钱 谁跟你比 老郭低头看那面蓝色发起 轻轻一笑 哼哼 实力不赖 还是为真人 五行旗阵 是道家法术 与灵符一样 分为黄青 蓝紫四色 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牌位 蓝色发起是真人所用 叶少阳身为天师 一向用的是紫色发起 你们是干什么的 山路上 走下来两个道士打扮的男子 看着三十来岁 蓝人手中提着一把青光剑 上下打亮着叶少阳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